現在是早上五點鐘都未夠 已經離到機場了 因為今天搭七點鐘機回西亞圖 然後應該會租車去溫哥華 買一杯咖啡 然後買了一個正宗美國的 Pina Butter and Jelly 三文治 它這個有些Granola的 會挺好咬口的 這個完全跟茶餐廳的 是否尖醬多 我也不知道 總之花生醬和果醬 這個就是正宗的做法 很好吃 真的好吃 真的是想把酒從中心跳 那我喜歡西方的 我好想想把酒趾刺 加上飯 加上飯 得到飯 但是他們搭配 來搭配 這個超級香 在大雞胰廳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在西雅圖上是11点多 到了西雅圖 终于回家了 第一步是租车 租车后回家 放下大件的行李 然后就会开车上温哥华 终于回到西雅圖了 好 拿完行李了 现在就去租车 一出来很爽 18度 现在是夏天8月18度 简直很爽 这个才是我的温度 好 租车 滑雪 我回来香港之前 我是开车Nissan Sentra 而今次回来 我也是租车Nissan Sentra 是刚巧的 这家Dang Brothers 我觉得是全西雅圖最好吃的越南牛肉粉 我不知道它放了什么 是很上瘾的 其实美国的食物真的贵了很多 大家看一下 小的碗是12.9毫半 但是其实COVID之前 它才是6.9毫半 还是7.9毫半 为什么我会喜欢吃越南牛肉粉呢 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是半个越南人 我妈妈其实是越南人 我们从小到大都会吃很多越南菜 而特别是过来美国之后 美国有很多越战时期 过来美国的越南难民 他们就带了越南牛肉粉来北美洲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知道多些 有关越南牛肉粉的历史 可以去听一个Podcast 叫做怪兽冰室 哇 真的很想念这里的香味 先试个汤 先试个汤 哇 真的很好吃 喂 要放这些了 要放这些了 这碗牛肉粉的味道 真的跟香港的相差很远 越南 它的味道是不是真的越南的味道 这个不重要 最重要是它真的很好吃 真的几年没吃过 我叫碗小的 其实都已经是大到 我会饱 真的很好吃 今天的行程非常简单 由西雅图出发 沿着5号公路一路向北面走 就会去到加拿大的边境 过了关之后 它就会变成99号公路 再直行大概半个小时 就会去到列治民温哥华的地区 哇 准备过关了 有点紧张 因为不知道会问了什么问题 有点兴奋 就可以当我了 还有两个车 过了关了 好了 现在去Vancouver 早晨 第二天在温哥华 其实昨天因为要陪人吃饭 所以就不用拍片了 但今天就真的到处看了 我们第一餐就来了这一间 A&W 它们最出名就是Root Beer 但是这一间是有得吃Burger的 我们叫了个 Canadian Special的All-Day Breakfast 叫了一杯Ice Latte 那两个果汁好搞笑 然后叫了两个Motza Burgers 和两个Fries 然后还叫了一杯Frozen Rit Beer 和Cold Brew 牛肉很香 然后生菜很新鲜 很脆 好吃 我们吃完A&W 现在我们去探访另外一间快餐店 这间快餐店是有特色的 因为它是全加拿大第一间麦当劳 大家好 今天我带大家来到这个 今天是全加拿大第一间的麦当劳 是1967年的6月1号 这间除了是加拿大第一间麦当劳 它也是一间比较少有 有保留Play House的麦当劳 Play House是一个室内的游乐设施 让小朋友除了吃汉堡包之外 可以爬来爬去的地方 我落地 我落地两天终于来到加拿大了 哈哈哈哈哈哈 可以这样升上来之后 第一下升上来就是窗 第二下就是那部Bline 还有那部Privacy 德国车的Engineering真的很厉害 細節做得非常之好 开门关门的时候 它的玻璃是会移动的 让你可以开门关门之外 关门关门之后 可以密封回车 好 好 好入阳 这个 这个鸟嵌真是不得了 好像我第一次 这个鸟嵌 鸟嵌的 这个 这个 将来的鸟嵌 应该是 我们来到Granford Island Granford Island 是温哥华 一个比较多文创艺术的地区 它在Granford 桥下面 近距离 近距离 温哥华 那边 我们来到市场 看看有什么卖 有什么吃的 Granford Island 这里 除了艺术文创作品 非常出名之外 它这里有个 Farmer's Market 也是非常出名的 它这个Farmer's Market 卖的东西 大部分 都是有机的食品 它这里的 生果 和蔬菜 非常新鲜 而手作的食物 那方面 包括 Bagel 蛋糕 Clam Chowder 甚至Doughnut 都是非常出名的 如果大家想来Granford Island 最好就是 选择一个 没那么多人的日子 和时间来 因为这里 找位泊车 是非常困难的 而在这里 也是我第一次 看到有 all gender的洗手间 即是男女共用的厕所 Cigol Bagel 这些Bagel 非常出色 我们一起试试 Bagel 是一款来自波兰的 犹太人面包 早于13世纪 在敘利亚 已经出现了 它是用发酵的面团 用水 去搓一搓 然后再放入烤炉 烤炉 好吃的Bagel 应该是里面很实正 和很阴隐 而外面是非常香脆的 而外面 通常都会放一些菊类的东西 烤炉 例如阿玛子 芝麻 或者粗盐 而我们一般吃Bagel 都会放Cream Cheese 而Cream Cheese 也有很多口味 可以选择 例如南梅 或者三文鱼味 都有 有的 今天是风和日丽 我们出来了 先拍一张旗 吃了Bagel 我们现在有三个Bagel 这个是 Bluwery 这个应该是 Salmon 这个是 Sun Dry Tomato 而Bagel 本身是 Everything 即是什么都有 留在Bagel上面的 首先 先试吃 Salmon 嗯 嗯 好香啊 它的包外脆内软 好吃啊 真的好吃 好了 接着就试试这个 Sun Dry Tomato 好香 好香 蕃茄味 它又不是茄汁那种 但很甜啊 好吃啊 真的好吃 最后了 试试这个 南梅Cream Cheese味 好香 我呢 大学时期 差不多每天早上 都会吃一个Bagel 加Bluwery Cream Cheese 的 而这个Bluwery Cream Cheese 是鲜味 和好味 我大学时期 都会吃一个Bagel 而这个Bluwery Cream Cheese 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好吃 上面有海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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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 这个是Fanella Crunch 那些是 嗯 那些味道有些呢 下面有两个Glaze OK 对 哇 这些包子是真的很好吃 这里是Downtown 就是现在我们在香港去的Downtown 这边就不用车了 我们呢 正式进入Stanley Park 那我们呢 就来了Stanley Park 那第一站呢 就来看海边的海景 和看陶藤的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温哥华的Skyline 啊 啊 啊 大际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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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發現了什麼? 是藍莓啊 Annes,你心愛的藍莓 藍莓是紅色的嗎? Oh shit 藍莓是這個色的嗎? 我不知道 手指甲出去 哎呀 真神哥 這個紙也挺漂亮的 你剛才說是在這個世界中的嗎? 什麼? 沒有真的藍色,這個不是藍色 這個不是藍色,這個是紫色 不是,我說很不像 見到,真神的藍色 好像是螢光印刷 嘩,這裡真的很漂亮 在茅市裏面有一個綠化空間 有這麼多美景 真的很難得,很棒 Stanley Park真的很棒 你猜一下我們在parking lot 旁邊 發現到什麼? 我們發現到,在路邊 有番茄啊 哇,番茄花,我想應該不是番茄 是番茄 有人吃薯片的花花 會不會有人吃玉米的花花? 我們現在來到Stanley Park的Tea House 這裡呢 話說有一張椅子 是哥哥很喜歡來這裡坐的 我們今天很榮幸請到哥哥 陪我們一起在這裡吃東西 喂,吃來看看 嗯 說得怎麼樣? OK 每一形容都很好吃 哈哈哈哈 這個不是Hillary Clinton OK 哈哈哈哈 這是一個Meme 哈哈哈哈 那我就吃過比較傳統一點的Glaze 嗯 嘩,好鬆啊 好鬆化 好有質感 好… 好像蛋糕 對呀,好蛋糕的感覺 嗯,好吃 我覺得只差杯咖啡 對啊 美國的咖啡代表呢 就是Starbucks 加拿大的咖啡代表呢 就是Tim Horton 他這杯原裝的Cold Brew呢 反而是有下Cream和Sugar的喔 所以我就要了Black了 Canada Goose 嗯 又吃了蝦 嗯,你看整個地都是這樣 噢,好多的Cream和Sugar 很多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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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蝦啊 對 最Ghetto的街 全加拿大 最Ghetto的街 即是什麼呢 Hasting就是這條最窄的街 那警局就是一條街 你有什麼你就… 對吧 那怎麼我可以不兜過Hasting 其實這條街已經沒什麼商業了 沒什麼人在這裡搞 都是去Richmond 對啊 做什麼要來呢 就是你有錢要花都不是要那麼遠來這裡 然後你看一條街 你直接看他在吃著 就是啦 對 對 它有條Link是給單車走的 對 很多人都很不喜歡的 因為這條路就鎖了 嘩 首先我們現在是來了這裡 叫做Central Pacific Central的一個Gradehouse Station 那邊呢 那邊呢 就不知道什麼事呢 火災啊 嘩 這裡真的有些鵝多過人啊 我猜哪有人餵鵝太多了 我猜哪有人餵鵝太多了 我們現在來了Commercial Drive Little Italy那邊 那邊呢 就下車到處看看 那邊呢 那邊呢 我以前小時候的鵝鵝 那邊這個Central 這是一些很Indie的Artists 製造的一些小作品 那些其實叫Scene 就是Magacine 但是還是不斂奏了Mega 叫Scene 因為有點也不大 其實是很隨便的一些 可能是很認真的作品 這個就是做了一個小小的 一個小的人拆品 今天也游了一天车河了 有一件事我每次来温哥华都会表现 因为我现在被骂的 就是我每次来都一定要去Richmond 那家名家萧纳里吃它的烧肉 因为我觉得它是全世界最好吃的烧肉 比香港好吃的烧肉 看看今天很幸运 现在7点钟 看看它卖了烧肉的味道 希望没有 Oh no! 正在抹地 Hey! 慢慢来吧 明天都没有 对,明天都没有 那坏消息就是 一块都没有 卖完了 那没办法 唯有下次再来温哥华才吃 成华就说收白点 卖完就收工了 是啊 是啊 它整天连地都在抹地 这里也在抹地 里面唐食那些是吃剩一只碟 没办法 希望未来几年 再来有得吃 后面再来一只偷仔 哈哈 那是不是Masu Maru 那是Masu Maru 哇 没了 没了 是啊 我们买了广东烧纳最后那半磅的烧肉 试试它吧 北美去温 哇 好美啊 闪闪发光的烧肉 来了 嗯 嗯 我就 因为 买不到明家的烧肉 那我们今次呢 就试一试 广东烧纳的烧肉了 有个爽的 半磅都ok 嗯 觉得怎么样 嗯 挺厚身的 就是 不知道啊 我觉得是 一般烧肉 但是它是不怕 有个很大的肥肉 肥肉和瘦是黏在一起的那种 不发肉 就是 就是 就是不会突然有个很肥的 你会想咬走那种 整个都是有点瘦的 我自己觉得呢 它 它的皮不够明家那么脆 嗯 也都少了明家那种 比较干身一点的皮 我觉得明家的皮是没有那么油的 是干身 爽身 而且 还有 皮没有了明家那种 炭烧味 而它腌的方面呢 肉的方面呢 它的入味呢 就是一般 而去到底部 即是肉的底部 那一层呢 就有点咸 那所以 是 都是未够明家那么好吃的 那五分满分 你会给多少分啊 五分满分的话呢 我应该会给 四分左右 那都是 合格以上 那些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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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是否吸收日月精华 然后就吸收了这些精 那样 那今晚呢 鸭扒 来了 有没有了 The Cake 那这家店呢 是专吃的 它 质素也很高 而且最重要的呢 就是它有 Prime Ribs 那我上次在 拉斯维加斯 吃了那个 Bouvet的Prime Ribs 我觉得 真的 不太行 那就 我知道这家Cakes 的Prime Ribs 是ok 今天就吃一个 好的Prime Ribs 有input的 对这些行程 那挺好 而且 Bobby突然说 咦 他说这个 这个招牌挺有趣的 炸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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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鱿 我們在機場吃過 麥克風的芝士 我們吃過 這個真的有點熟 是不是? 我切開看看 這個也不錯的 這個也像中間的 那我這個呢? 是麥克風的麥克風 很香 它的麥克風的味道還不錯 很好吃 今集就先回顧到這裏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希望你可以給我多點鼓勵 幫忙CLSS 留言、讚、分享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順便按鈴鐺 以及追蹤我的IG 一有新影片就會通知你 下一集 我正式回鄉去西雅圖 你可以見到哪個讚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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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